影片在网路被疯传 美国一个男学生对同学出烟挑衅 还出拳要打人 想不到反而遭到对方过肩衰 而且对方的身材还比他矮小呢 画面流出之后有不少网友说 这真的是大快人心 穿着黑衣的男学生 仗着身材优势 他靠近穿白衣的男学生 先出烟挑衅 然后出拳攻击对方的脸 没想到白衣男一个过肩衰 把黑衣男重衰在地 又狠狠地补上几拳 黑衣男倒地动也不敢动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 这段校园霸凌影片发生在美国 黑衣男本来想找白衣男的麻烦 却反被过肩衰 倒地不起 其实网路上有不少影片 教导被霸凌者如何反击逃生 拳拳倒肉 真实呈现校园霸凌的严重性 而日本霸凌问题也很严重 除了出拳自卫反击 这些小学生组成反霸凌宣传队 用更温和的方式 表达诉求 当学生的后注意事提高 发生在大人视线死角的霸凌事件 也许能因此减少 记者综合报道